一年年 花开花落 冬去春来草乌又蓬布 一夜夜 历史繁博 前郎远去后郎岗磅礴 一座座 火山爆发 天邦的夜夜 军枉梅蒙过 叮叮 皇冠落地 都转行一世事 有心说 风吹过 雨打过 体体 剑踏过 火山爆发 刀看过 我一家 凡人隔过 抚摸 这伤痕昂起头 月吞叶下去 如是融合 走过长野 走过坎坷 走进树色 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 伴得风光热闹 左邻右舍就会说这个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 这户人家在这一带就做得起人 百姓如此 国家更是如此 要是连我的生日都过寒碜了 不但连我面子没地方割 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割 还怎么个体现大清国 和雁 海清 国泰民安 同志中兴以来的兴旺气象 都跑到哪儿去了 这样一来 不单洋人瞧不起 连老百姓也瞧不起 洋人瞧不起你 他就敢欺负你 老百姓瞧不起你 他就不服你 这样就会出事 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大 这些个道理 你们是真不懂 假不懂 还是不想懂啊 我看你们是不想懂 也就是说 你们做儿子的孝心 臣子的忠心 都让野猫子雕 去当臭鱼干给吃了 好吧 今儿个我把话也撂着 谁要是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坦 谁要是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坦 我就让他一辈子不舒坦 怎么了 都哑过了 亲爸爸训斥的是 儿臣一定在颐和园工程上 加倍用心 太后圣心远虑 时时世事 以江山社稷为念 臣唯有谨遵辞 无负他也 严禁民 你怎么不说话呀 话好说 事不好做 这就是说 你严禁民还是要坚持 将绣园子的工程停了 禀太后 不是臣严禁民要停 是银子要停 好 好啊 你顶得好啊 我就不信死了张图护 我就不信死了张图护 要停 吃莲毛猪 你给我滚 臣有罪 太后 可将臣罢默问行 不可叫滚 如基朝廷制度 我就说了 你给我滚 滚 滚 臣不滚 臣自会走 太后有旨 李鸿章敬见 臣 李鸿章 恭请皇上皇太后圣安 快起来吧 看座 谢太后 什么时候到的北京啊 昨天 看你的精神还好啊 臣是安马上过来的 平宿也注意身体的调养 那你说说 臣于调养之术有三种心得 一是孔圣人说的食不厌经 臣最爱吃清蒸的松口鲜芦鱼 所以臣的属下背地里都叫臣李鸿 这下面的人也太没规矩了 他们也没什么恶意 我也懒得生气 臣的第二个心得呢 是每天早晨有一次散步 这还是臣的恩师曾国藩在日 给臣留下的必不可少的早课 巧得很 我也散步 只是在午后 你每次走多少步啊 我是九百九十九步 九九归一统 太后连散步都合于天数 臣不行 没个章法 只要把身体走得微微发热就行了 你这叫顺乎自然嘛 那第三条呢 臣的脾气暴躁 怒火伤肝 所以常常做些遗情的事 弄弄花啊 草的 臣对养鸟也很有兴致 对了 臣的属下圣宣淮半年前 觅得一只印度产的鹦鹉 她疾通人性 我给太后带来了 一波太后一笑 那圣宣淮现在在哪儿啊 殿外后制 那就让她进来吧 宣安圣宣淮 臣圣宣淮 恭请皇上皇太后圣安 你就是圣宣淮 听说你跟洋人打交道很有办法呀 那也仰仗了皇上和太后的身位 洋人才不会轻慢于臣的 你很会说话嘛 小李子 独才在 将那只鸟呈上来看看 这小家伙会说话吗 他不但会说话 还会说臣子的心底话 心底话 什么心底话 太后万寿无疆 是吗 那你让她说 让她说一个呀 让她说说 好 哎呀 你快让她说呀说呀 你说呀 太后万寿无疆 说呀 说呀 万寿无疆 你说 万寿无疆 快说呀 快说 哎呀 说呀 万寿无疆 快 哎呀 说呀 哎呀 万寿无疆 快说呀 这鸟虽小 脾气倒还挺大的 李正堂 是不是你财政紧缺 舍不得给这鸟喂食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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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啦 啊 啊 啊 他不说话呀 咱也别勉强他了 李仲堂 还是说说你的北洋水师吧 再到坏事不乡 再到坏事不乡 哈 再到坏事不乡 哈哈哈哈 哎哟 你瞧瞧这小家伙 怎么忒得灵巧啊 太后是观世音菩萨转世 这万物生灵啊 见了瓷言也会沾点灵气 就你会说话 快 把这小鸟挂在我的寝宫上 好好护着啊 奴才明白 哎呀 真是难得你把这些 小事还放在心上 太后之事无小事 听听 听听 皇上听见了吧 这才叫见识呢 可惜啊 咱们大清 像李中堂这样的忠臣 不多了 太后 太后这话 叫臣惶恐得很 若论宫中体国 翁师傅和严敬明 都强臣十倍 行了 你就别拐着弯 替严敬明说好话了 好 咱们还是说说北洋的事吧 李洪章 臣在 你的折子上说 咱大清的水师 排名远东第一 世界第四 比美国的水师还要强大 可是真的 那是洋人的评价 不过臣不久前 在燕太大连湾 亲自到英法俄等战舰上 降家查看 归至军籍京间 尤其是日本明治天皇 将扩充水师 视为帝国的第一大势 全国动员构之巨箭 实为我心腹大患哪 日本罪儿小邦 不足为惧 可他们的一切战备 都针对我而来啊 日本狼子夜心 中堂作何处置啊 不知条款 臣已在授折上写明 其中最重要的 吕顺和威海卫两大军港 已经竣工 互为基角 使我渤海盟户 形成坚固不咬之事 只是我北洋水师 自开办以来 六年卫天一传 只能就仅有的 二十余艘勤甲训练 恐怕难以为继 况且这二十余艘战舰 有的需要添置火炮 有的机器磨损过大 影响了航速 你们二十余艘奖 可航速 写机器 已得通缓 庭世 哪周 这三个月 就由翁师傅监制吧 臣与理财不仅严敬明知万一 翁师傅老成殿达 必是可以的 筹款的事呢 都和纯秦王商议 你们别老惦记这节流 这儿省点 那儿抠点 还得开园 想法子去弄钱 皇上 你看如何呀 半平亲爸爸胜财 那就这样吧 是 升府主管户部 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啊 李中堂 仰仗儿子万不敢当 北洋水师经费短缺 这就要仰仗啊 事关国家 翁某敢不担惊截律 只是我有一事不明 还想请教李中堂 请讲 北洋水师经办六年 耗银三千万两 李中堂一边儿说 他已成为远东最强大的水师 一边又屡屡向朝廷索要军费 甚至拿出日本小帮来吓唬人 这样做 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翁师傅文章做得好 可与兵士确实需要历练哪 我北洋水师强大不假 但是要保持这个强大却不易呀 我屡屡向朝廷请搏军费 正是为了保持北洋水师之强大 形成蒙虎在山之势 威慑柴虎 使那日本人既拒我又怕我 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 蒙虎却又不战 那就让他歇歇吧 也省点儿神 翁师傅状元极地 满腹经轮 就是什么都不吃 也能撑个十年八年的 我北洋水师可比不得翁师傅啊 十天半个月没吃的 那就什么道德文章 都救不得喽 中堂上马杀贼 下马也杀贼呀 自然看不上道德文章了 可天下是 穷则变 变则通 中堂这千古之论 那也是 张据萧凯写成的文章啊 亏你还记得 汪师傅 我大清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才奋起之追 发奋图强 这都是两次鸦片战争 给我们的教训嘛 没事的时候 把兵器斥之为奇迹银巧 不屑一顾 一旦有事发生 又惊讶外国的兵器 变怪神奇 悔之晚矣 翁师傅 阴见不远 我大清必须常被不屑 那是你北洋的事 你找我干什么 你翁师傅 要是肯把户部交出来 我要是再找你 我他妈 中堂何等身份哪 怎么 想骂大街吗 骂别个行 我怎么敢骂翁师傅 谅你也不敢 来 中堂 恕我直言 直到两代帝师 也是个压胜人了 这心胸怎么这么狭窄 我不怕他 然则大臣不和 与国家终非姓氏 头这么点事让你们忙的 干活笨得跟猪似的 我说 你这是怎么着了 不知道 怎么不着了 我让你先接阴火 你先接阳火 去去去 我看看 我就是按你说的接的呀 我说的接的 那怎么不着啊 那不信你看哪 我就是按你说的接的 炒什么的 炒什么的 全纸了 好嘞 王爷 就几个灯泡 你们都骨头不亮 怎么那么笨哪 在水师学堂 你们都学什么了 王爷 你们不知道 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 弄不好啊 它还遮人呢 什么 这 这玩意还能遮人 不亮了 还真亮了啊 行 能把灯泡骨头亮了 没给咱八七子弟丢脸 这些学生们哪 也就是会装中电灯 至多在昆明湖上 开开那两艘铁皮小轮船 可是号称什么 水师学堂的学生 这岂不辜负了水师二字啊 哎呀 创办昆明水师学堂 本是纯亲王和朝廷远律 可很多事情啊 不知道为什么 半来半去就走样了 迎接万寿庆典 本来只将这园子 略加修契即可 如今呢 却将这湖光山寺 变成了一个大工地 淳王爷 也自愿充当了一个总监工 咱们这位王爷啊 真是平庸得紧了 平庸 淳秦王乃当今皇上生父 光这一个身份 就要招来多少猜忌啊 平庸的骨子里是精明啊 也是啊 否则以中堂大人的权势 也不至于到这个园子里来求他呀 哎 姓孙千万不能这么说话 连想都不能想 这些年要不是纯亲王多加照顾 我办事比现在要难上百倍 啊 背纸又失言了 身居庙堂 微乎高哉 谨言慎行才是根本 以后啊 也慢慢体会得到的 中堂教会卑职永明于心 少全 拜见王爷 给王爷起来 免了免了 少全哪 你让我判得好苦啊 王爷判我 判你来给我填窟窿啊 这边这边 敬孙 在 乘上来 是 曾日钢板小轮船一只 钢板座船一只 杨山板两只 好花八只 少全 你这是 哎呀 有免之王爷欲恢复昆明湖水槽 却又手头拳据 因此我命天津制造局 造好了这批船支 日内即可运离 少全哪 若搁在平时 你这份心意 会让我喜之不胜 可是今日 少权 少权救我呀 王爷何出此言呢 来来来 来 去去去去去 太后昨天召我进宫 就颐和园宫城进展迟缓一事 严加痛斥 是 说我一味地 膛色拖掩 还说我胆子 比天还大 少权呀少权 我的末日 只怕日到了 王爷 王爷不必如此 太后气头上的话 您也别老搁在心里头 此言大怒 无非是颐和园宫城 只要您严加督促 加快进度不就得了 少权哪知道 我纵有九牛二虎之力 我也拉不动 颐和园这辆破车了 王爷的话我不明白 实不相瞒 颐和园宫城 还有七百五十万两的大呼噜 到哪儿去寻这七百五十万两银子 上哪儿去寻哪 我 扮法我道 苦死了一个 只是少权呀 只怕 你要担当些委屈了 哎呀 只要能排除王爷烦恼 红章受点委屈 不算什么 王爷只管吩咐 却只在两个字上大主意 却只在两个字上大主意 哪两个字 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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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算 你 Gouveneur hat das entschieden. Ich dachte, das sei so ein weiser Mann. Wie kann er denn da, Entschuldigung, so einen dummen Entschluss treffen? Dume Beschluss? Ja, genau. Hör mal zu. Gegenwärtig gibt es hauptsächlich zwei Verfahren von Einsenschmelzen. Eines ist mit Bissema-Konverter, nämlich das Aciditätsverfahren, geeignet nur für Eisenerz mit niedrigem Phosphoranteil. Das andere ist mit Siemens-Martin-Ofen, auch Alkalitätsverfahren genannt. Im Eisenerz enthaltenes Phosphor kann so ausgeschieden werden. Was die Han-Yang-Eisenfabrik jetzt hat, ist der Ofen für Aciditätsverfahren, hergestellt aus einem britischen Modell. Das Erz, das ihr jetzt aber habt, ist gerade aus hohem Phosphor. Hochofen im Aciditätsverfahren können das Phosphor im Eisenerz nicht ausscheiden. Das geschmolzene Eisen ist also gar nicht rein. Was ich nicht verstehe, warum habt ihr denn nicht erst das Eisenerz analysiert und dann einen passenden Hochofen gekauft? Das wäre doch zu vermeiden gewesen. Ich verstehe nicht, warum ihr das nicht erst analysiert habt. Ich meine, das war kein Fehler. Er hat es getan, weil er starken Selbstrespekt und erhabenes Nationalitätsgefühl hat. Selbstrespekt? Nationalgefühl? Ich verstehe überhaupt nicht Ihre lächerliche Logik. Für solchen dummen Selbstrespekt, Entschuldigung, ich habe das Wort dumm noch einmal gesagt. Wisst ihr eigentlich, welche Kosten das verursacht? Weisst du das? Der Debatte ist sinnlos. Bei uns in China gibt es ein geflügeltes Wald. Auch wenn die Schafe auf die Hand gekommen sind, den Piaxi kann man immer noch blicken. Herr Heinrich, lass uns nun darüber diskutieren, wie er durch die Periose zu blicken. Also gut, dann lass uns mal darüber nachdenken, wie wir den Fehler wiedergutmachen können. Wir müssen also zuerst mal die alten Öfen herausschaffen und wir müssen vier neue Siemens-Martin-Öfen bestellen. Mal rechnen, was das kosten wird. Die Anschaffung wird so und so kosten. Dann noch der Transport und das Abtransportieren der alten Öfen. Das wird so und so viel kosten. Schau mal. Daôf, ein Aller ist, das ist nur die Summe. Denken Sie, wir können uns das leisten? Das wird recht Träuer, denke ich. Das ist doch nicht drin, oder? Die Technik, wie kann man nicht rechnen? Ten da ist, wie kann man rechnen? Legen nicht rechnen wird. Wie kann man nicht rechnen? 一卑职之鉴 在朝廷银子没有下拨之前 还不如借用 藩台府的库银往里填 大人 大人 使不得 使不得 万万使不得 那铁厂是个无底洞 以我一省的财力 月月拿八九万往里填 多大的家底也得填空啊 汤有个易老永逸之计 我拿十万 二十万 几十万我认了 这填银子不是办法 依奉昌之鉴 还要查出铁厂亏损之根本 然后对症下药 便亏损为盈利 根本就不是这两条 焦炭供应不上去 只能够维持一座高炉开工所需 再就是铁水的质量不行 生产住的铁材卖不出去 这怎么能赚钱呢 今儿就散了吧 是 是 奉长留下 奉长啊 把门关上 是啊 是 是 祖君 你还是到京城跑一趟吧 求一下春亲王和护布翁先生 告诉他们 朝廷再不拨银子下来 海洋铁厂就真的要关门了 好 海房卷 海房卷 就是以建水师的名义 卖一批棺出去 所得的银子 来补夷和园的窟窿 这不是卖棺欲绝吗 是卖棺欲绝 可不这样 到哪儿去弄这么大一笔钱呢 这恐怕要招朝野唾骂了 王爷啊 这件事啊 您就装不知道 折子由我来上 要骂 让他们骂我好了 难为你了 少全 是 官职是朝廷的名气 多少学人誓死 十载寒窗 甚至好守穷精而不可得 怎么可以为了几两银子 拿出去叫卖 几两银子 汪师父说得可真轻巧啊 既然这样 卖儿 您去弄这几两银子试试 哼 我是弄不来那几两银子 可我也绝不会去做不要脸面的事 李中堂 你丢得起这个脸 朝廷还丢不起这个脸呢 给朝廷丢脸 缺钱卖官 本朝不乏先例 乾隆年间 国力是何等的强盛啊 可甘肃遭在世 皇上特职 捐出了一批共生奸生 救民于水火呀 照你这么说 乾隆爷也是给朝廷丢脸喽 你 另外 你 你 本朝雍正嘉庆 咸丰道光 哪一代没有用钱捐官的事 你敢说列祖列宗 都给朝廷丢脸了吗 你 你 皇上 臣也知道 靠海防捐捐钱 不是个办法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只是权宜之计啊 权宜之计 刚称明教国之根本 难道 这也是可以权宜的吗 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事关重大 我看 还是请易旨吧 让他老人家胜财 买房捐嘞 富富贵同学 是衙门开出的红盘 明马实驾 以捐银子买军箭 朝廷给你分大货嘞 买房捐 买房捐嘞 买房捐嘞 买来呀 买来买呀 买房捐 买房捐 买银子买军箭 朝廷给你封大货 买来呀 买来呀 好 海房捐嘞 捐银子各海房捐嘞 海房捐 两至三千两银子 可买十缺周线 四至五千两 可买十缺 你捐银子买军箭 朝廷给你封大货啊 好 好 能讲讲价吗 不能 户不会同水师衙门开出的红盘 明马实驾 老子又不是字啊 那我给你念念 二至三千两银子可买十缺周线 四至五千两银子可买十缺知府 七至八千两银子可买十缺稻台呀 贵儿子不信骗人吧 哎 你看这通告上盖着户布和水师衙门的大印 啊 他能有假呀 告诉你们 一手交了银子 一手就可以领贫上任了 行 板板日子 老子就舍了血本 对 弄个现探爷当当 嗯 好 这儿去 你捐银子买军舰 朝廷给你封个大官 真能上人吧 你们在这儿卖官 可曾知会总督衙门 咱直属水师衙门 无需经过总督 既然如此 那我也在这儿买个官当当 你想买多大的官 不大 和你一样 和我一样 三千五百两银子 你有吗 你哪儿值那么多银子 冲其量 只值一文 哎 敢在太子爷头上动吐 给我打 敢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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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啊 这回可给了李鸿章一个难堪 这回可给了李鸿章一个难堪 也给了朝廷难堪 大人不怕朝廷怪罪下来吗 那倒不至于 海房娟虽然是请了旨的 但买官欲绝 毕竟不是光彩的事 所以朝廷才不降明旨 而让李鸿章出面 哎 这事要办也得偷偷摸摸 哪有他这么大张旗鼓 肆无忌惮的 所以老夫在辖区内取缔他 朝廷虽不悦 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李鸿章那儿 有些不好交代啊 李鸿章大人急电 打过来打过来 打过来 要心点要主 怎么说 李鸿章说 李鸿章打得好算盘 这明明不够 不够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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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 你写 臣湖广总督张之洞贵奏 而来 我湖广大帝 因海房娟而闹得沸沸扬扬 脉官欲绝者 屈之若鹜 真是好文章啊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读张之洞的折子吗 奴才只知道 只要有张之洞上的折子 太后是一定要调来慈懒的 海房之吏 吏在江山社稷 捐官之吏 吏在荼毒人心 以人心之荼毒 亮海房之吏壁 可惑 不可惑 书和满篇没有一处提到李鸿章的名字 张之洞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哪 不像有的人 从来就是对人不对事 还是六种不发吧 老师 老师 听说张之洞上折子了 学生想该不是弹劾李鸿章的海房娟吧 学阳帅真不愧为清流前辈 一出手便是锦绣文章 好 学生立刻去发动御史和翰林 给他加把火 多一份响应 多一份力量 咱怎能不说话呢 南洋弹河北洋 你多少折子能抵得过这道折子的力量 张之洞这道折子 太后陨了便陨了 若是不陨 你就是再上一百道折子 又有什么用呢 那咱们就等着 等着好啊 等着看一出捐关系 一年年 花开花落 冬去春来草又蓬勃 一夜夜 离世反驳 前浪远去后浪杠磅磅 一座座 火山爆发天崩 一夜夜 军望眉梦头 叮叮 皇冠落地 斗转行一世世 有心收 风吹过 风吹过 雨打过 天天天踏过 火山爆发天崩 天天踏过 火山爆发天崩 寙门分割 処下枕 湖区河 阻山 坎落肌 父母这山痕昂起头 吞咽下去融世融光 吞檐 吞湾下去融世融火 溯过 散灭 与止烧囬 好 走过场野 走过坎坷 好 走 景郊 住手